民進黨他們現在打經國牌的時候 他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他把經國先生的偉大的工業 或他的主軸思想做了一個非常 可以說做了一個採檢跟一個誤區 其實他們一直強調說 蔣經國先生是反共的 但是我們了解 那是一個當時的時代的一個背景 但是蔣經國也是反對台獨的 他為什麼不講 蔣經國也主張台灣也是中國人 他為什麼不講 他只選擇他需要的講 我覺得蔣經國先生為什麼會開放探親 因為蔣經國先生說 時代在變 潮流在變 大家都在變 所以蔣經國就開放了黨禁 開放了報禁 以及開放大陸探親 我相信蔣經國先生存在現在這個時代 他也會主張兩岸的交流 兩岸能夠進屬的和平 我想這是蔣經國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所在 那另外來講 民進黨不斷的推崇蔣經國 他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拿小假來打老假 就表示說他對蔣家還是對蔣經國有肯定的 但是用這個東西來凸顯 蔣中正先生其實是應該被 所謂同鄉被拆除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個是 用意太明顯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他不是發自內心的對蔣經國 對蔣中正先生的尊敬 其實明眼都看得非常的出來 他只是在利用蔣經國這張牌而已 希望拿到他的政治目的 蔣經國牌是國民黨的神主牌 那蔡英文這樣特別提到 會不會擔心神主牌 所以我覺得中國國民黨這邊應該把蔣中正跟蔣經國的功過 大家講得非常的清楚 特別是他們民進黨所謂的過 其實都是 其實那是有時代的一個背景 而且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一個解讀 就像我講 他們現在對蔣中正先生最大的批評就在於說 蔣中正是二二八的元凶 那事實上蔣中正跟二二八其實沒有多大的直接的關係 而且他那時候是忙於國公的內戰 其實沒有把時間的精力放在台灣的二二八世界上 而且我們看現在的公文已經出來了 蔣中正還特別要求陳毅先生在台灣要注意照顧台灣的老百姓 不可以報復 我想這是他的公文裡面寫的都非常的清楚 那這些東西證明說其實民進黨對於蔣中正先生 是有相當大的一個誤區的 正如同你剛剛也談到蔣經國先生 他在台灣當然也是非常多的功勞 包括了十大建設整個台灣的經濟的起飛 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沒有蔣中正先生的努力 哪會有未來的蔣經國先生的繼承下去 所以蔣經國的成功也是蔣中正的成功 那我剛剛也講過的蔣經國他其實有幾個東西 在當時那個時代的確他主張反共 可是也不要忘了他後來主張開放探親 他後來主張開放黨禁 開放報禁 也就是潮流在變 時代也在改變 所以說蔣經國也做一些調整 所以說民進黨只是把這個蔣經國 作為一個反共的這個神主派 其實是對蔣經國先生是一個錯誤的一個解釋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中國國民黨面對兩蔣的問題上說 其實你是不可迴避的 你一定要把它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像我今天把蔣中正的功勞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也必須把蔣經國講得很清楚 一昧的迴避當然並不是解決問題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認為你剛剛的問題在於說 中國國民黨有責任 因為是我們的總裁嘛 也是中國國民黨以前的主席嘛 那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要把它弄清楚才對 蔡英文中的談話裡面其實一直強調蔣經國先生的反共的這一點 其實他做了很多的誤區 因為蔣中正先生也是反對台獨的 蔣中正先生也是主張台灣也是中國人的 可是他絕口不提 那初展會的你不覺得他有一點是權力 是乎比蔡總統還大了 對他就說西海園區不能夠掛經國的名字 如果要對外公開就要掛經國的名字 那我覺得很好奇 到底初展會是一個什麼太上皇的機構 今天經國的園區是所有的民間自動捐款來舉辦的 我覺得初展會從這件事情可以顯示出來 他們自己對自己的權力的擴大 已經到了一種非常狂妄的地步 那我覺得台灣社會是應該是一個良善的社會 經國先生也非常的偉大 他對台灣的貢獻是毫無疑問的 我就講今天蔡英文 你的功勞有比蔣經國跟蔣中正更大嗎 陳隨便你的功勞有比蔣經國蔣中正更大嗎 如果你們的功勞都比不過別人 你們今天憑什麼去拆別人的銅像呢 這個東西講到台灣的社會 大家都懂這個道理 我們今天蔣中正對台灣的貢獻還小嗎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今天辦這個活動 真正能夠喚醒台灣的社會 瞭解真實是什麼東西 蔣中正對台灣真實的事情是什麼 蔣經國對台灣真實的貢獻是什麼 這個講清楚以後 台灣的社會才會有感動 才會變有感覺 那這就是我今天張亞中 我站出來的最重要的目的之處在 這就是我今天講完 south 歇動畫面的方法 尤其是我的天啊 讓我多久 你最多不來你 說勞大家說我多久 我來買一杯 法定下面的部分 熱水 那你就可以了 不再想搶訪